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現在看韓劇 或是台灣的劇 有一些偶像劇 他們都會看到很多元化 譬如說很流行 就是成熟的姐姐 搭配年輕的小鮮肉 其實說起來 現在女人都很懂得保養 照顧自己 真的配在一起 其實看不出來的 不會 搞不好 男的看起來比較老 所以這個 自己保養得好 其實是非常地開心 不過30歲以後 然後再慢慢 再加上更年期 你再慢慢 我跟你講 很多臉部或是膠原 都流失了很多 皮膚可能也沒那麼 健身那麼好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來研究 如何保養 讓我們好像這樣 永遠就是那種 公主 永遠就是妹 心情要保持那種年輕 是很重要的 我們介紹這一位 結婚沒多久 但是 他老公給他取一個外號 什麼粉紅 又是什麼公主 又是伸伸 但還是個空主 歡迎 獵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SA 王獵人 我覺得日常的肌膚保養 非常重要 我一點都不想要暗沉斑點肌 皮膚還算滿細的 非常細又敏感 算敏感的 另外這位是生活達人 他懂得非常地多 我們歡迎冠玲 方姐好 大家好 美麗新趨勢 喜家保養 打造棉花肌 好 我覺得冠玲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是 應該壓力不小 他接觸的東西太多了 可是我覺得他都樂在其中 每樣東西都好棒地分享 另外這一位 他把自己照顧得非常好 就是我們憲老師 哈囉 鳳姐好 大家好 妳的肌膚想要解決各種問題 要洗乾淨 還要做很好保濕 是非常重要的 洗乾淨其實就是個很大的學問 怎麼洗才是對的 是 30歲以後其實 到現在我是覺得 雨傘保養不錯 只是妳皮膚屬於比較會容易敏感 很容易 問題就會比較稍微多一點 對 其實我從年輕就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皮膚是敏感性 然後又容易乾燥 然後我又有 就是曬個太陽那個斑就會出來 所以保濕對我來說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我之前就會擦一些 不同的就是可能淡斑的東西 可是我擦了我又會 都會過敏 所以又不能隨便亂擦 所以後來發現 假如保濕做好 我臉部有清潔 乾淨 真的這些狀況就會 看起來比較沒有了 這樣 對 所以就是 我需要很努力地去保養 像妳看我這邊就是 有點過敏 沒有 是曬傷 我真的就只是在海邊兩個小時 而且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帳篷內 我只是去廁所 因為廁所有點遠 去了兩次而已 我回家 那時候我後來晚上回到台北 我要洗澡 我衣服一脫 我想說我的臉和脖子這邊顏色 跟別的地方都不一樣 真的 對 那你沒有擦防曬嗎 沒有 因為我沒有想到說 那個太陽會有那麼大 因為還沒到夏天 紫外線真的很恐怖 紫外線很厲害的 冠妮 你有皮膚上的問題嗎 像我自己就是 過了三十歲以後 我的問題是 因為每天很滿 回到家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偷懶 就是卸妝 沒有卸得很到位 以前都會覺得說沒關係 可是後來有時候 沒有化妝出去的時候 有一次我回家 我媽媽說 妳 我說我哪有 她說因為我沒有卸乾淨 燈照下去 整個也是蠟黃 然後她就以為說 我是不是甘有問題 我就 我說不行 我要趕快去保養 然後像我家裡就是 我小時候是我阿姨 跟我媽媽把我帶大媽 然後我阿姨她就是屬於那種 很辛苦的家庭主婦 三代同堂 早期要開店 還要拚出來 還要照顧他們孫 中間要積衣 回來還要洗衣服幹嘛 可是她很勤就是說 每天都會化妝 我就問她說 你今天如果在家裡 沒有出門 你有什麼要畫 她說以前就是眼 有時候沒有畫中 在店面人家看到 顏色蠟黃 人家會說 為了氣息好 她就想很多辦法 要讓自己的皮膚變得漂亮 所以我覺得蠟黃這個問題 不管是媽媽 姐姐 妹妹 其實我們都會有遇到的問題 因為蠟黃跟暗沉 跟妳的老化生活作息 各方面都有息息相關的問題 臉色不乾淨也會 也會有 這邊我準備一個字卡 第一點我們看到 皮膚過度洋化 什麼叫過度洋化 第一個就是你都沒有防曬 現在陽光紫外線 包括鄉立人不是要去曬個太陽 只是走個去廁所的路上 兩個顏色 再加上可能現在的人3C產品 讓妳生活作息跟壓力 妳的自由肌不是只有體外 像陽光紫外線 然後包括什麼空氣汙染 這些都是所謂的自由肌 皮膚就會蠟黃 然後包括彩妝 粉底也會 如果你沒卸乾淨了 那還有體內的 體內就是我心情不好 對不對 我過度憂傷 然後各方面 我的體內也有一個酵素 會去攻打我的皮膚裡面的狀況 我的皮膚也會蠟黃 所以大家會說 好心情 睡好 加皮膚可能就會好 是有關聯的 因為關聯大概就在這邊 第二個就是你生活作息不正常 因為 我們常常在講什麼生理時鐘 你晚上夜間 其實11點到凌晨1點 是肌膚細胞 修復的時間 現在的人 他的生活作息是不正常的 他有時候熬夜 有時候睡一天 有沒有 就是整個是亂七八糟的 都沒有固定 可能飲食也不正常 所以你會發現你的身體 自然的代謝跟更新就不對了 接下來就是 因為皮膚它的底層 會新生出來的 新的細胞會往外推 最外層這個細胞 已經死亡掉的 其實它是對皮膚有功能的 對 你可能稍微過了三 四十歲以後 變成說你是肌膚的 角質不正常的更新 你不正常更新的話就像這樣 就是你的皮膚明明就沒有要 角質沒有要脫落 它就翹一半 所以皮膚就看起來就像脫屑 對 你想我皮膚如果粗粗的 我的光線打下來 是不是就很多陰影 對 皮膚看起來就回歸的 就會凹凸不平 對 如果我皮膚是平滑 像雞蛋 像水煮蛋是不是看起來就很亮 最後一個就是 你黑色素太多 你要讓你的黑色素自然地更新 這跟什麼有關係 讓這些比較減緩一點 對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清潔肌膚要清潔乾淨 用心 因為你會在意你有沒有斑點 你一定會做防曬 對 然後你如果清潔沒有清潔乾淨 你擦了保養品 也沒有辦法完整地進入 對 真的 我跟你講 老師 有的時候 第二天沒有露營 前一天就 第二天也都不洗臉 就刷個牙齒 就不洗臉 就覺得好像稍微濃濃 那就 乳液有給它擦上去 我跟你講 那個吸收度真的有差 乳液就浮腹的 對 培護這個餃子 這個很 很重要 但是你說我會當薄油露還是磁磚 當然是磁磚 對 可是那個薄油露想要把它用比較白 太用力又不行 怕磁磚裂掉 對 你們很會比喻 對 怎麼辦 這樣比喻得太好 所以你應該要有 溫和更新肌膚的角質化 什麼叫溫和更新 因為其實皮膚的角質 是每天都在更新 大家會想說 老師 不是聽說是28天 對嗎 24到28天 那是每一片角質的週期 對 皮膚有多少角質 它不是一起 28天一起離開 不是 它是每天都會有在更新 所以你應該要有正常的 週期的角質化 讓它更新掉 你不把這個清掉 你擦什麼保濕再貴的 對 吃不進去 都吃不進去 然後角質化 就是角質要跟 老貝角質要正常 然後做好保濕 一定要好好洗臉 最後要再交代一個就是 要好好的防曬 好好洗臉 好好防曬 冠仁 你怎麼做得到 我 怎麼保養 我說實在 因為我很懶 就是我希望說 要用一些塑膠的方法 就是我有聽人家講過說 洗臉最好卸一個妝 要半個小時以上 因為要眼妝 有的人像我們的妝比較濃 你先從眼妝 然後你可能要敷 然後有的人的說法是說 我們在洗的時候 不要過度地去拉扯 可是我們說實在 有時候回去都幾點 怎麼有時間 以前我曾經有想過 說有時候那個斑斑點點 就是這樣皮膚夠了 你那一點點 本來不齊的 你皮膚越白一看就知道 然後我去韓國就有過 想說去諮詢醫美 醫生就跟我說 你表面上看到這一點點 然後他就跟我說 葉雅姐 你這個 下面應該是3到5倍 他幫我打鐳射 然後我說 他說很快 半個小時就好 他說但是 他這個就是等於用搖的 把你那塊 搖斑 搖起來 你的皮膚其實就會很脆弱 我覺得好可怕 我就不敢 因為我覺得術後如果 我沒有辦法照顧好 最怕反黑的問題 我後來在韓國就發現了說 其實韓國人很聰明 就是他們有一個 韓國人很厲害的一點就是說 它可以針對你局部所需要 然後他們用一個所謂的 天然保養法 韓國最新的一個時尚風潮是 棉花肌 棉花是什麼 就是很輕盈 很輕薄 他們流行一個新的概念就是 像棉花一樣 讓皮膚要能夠透氣 最重要是要有那個 輕盈的感覺 我在韓國發現 這一個所謂的 改善暗沉的潔面霜 我讓立人來試一下 它成分很特別 在韓國他們是用大米 你看到我在按摩的時候 它把這個所謂 經濟到的大米的萃取物在裡面 然後你會感覺到 有一點點小小的顆粒 那個是什麼 摩紗 它是棉花纖維 像以前所謂的摩紗 是講到說可能用藕藤 或者是一些海鹽 去刮傷你的肌膚 韓國現在流行 棉花纖維 它會去蓋你需要的部位 這麼聰明 像立人 它其實皮膚已經很白了 你看我剛剛輕輕一搓 這裡有沒有 就開始出現它的一個角質 有一小塊有沒有 這其實就是我們的肌膚 它要幫你就是棉花纖維 幫你自動吸附 像平常就是像老師剛剛講 我們乾得完之後 我這一塊布其實是濕的 我把它輕輕地幫你擦乾 那我直接用水沖可以嗎 也可以 大家用水沖最好 真的有感覺比較乾淨很多 有 比較亮 這個大米的酵母在韓國 是用養人生的土壤種出來的 所以它等於在洗的過程當中 這700多種的營養物質 在你洗去角質的同時 其實它保養就吃了 感覺是很天然的 而且它很溫和 這個就是很舒服的顆粒 可是它有去到我的餃子 對 因為海鹽那個的顆粒 或者是堅果顆粒 它就比喻像是一把刀 對 我直接把你跟餃子 跟餃子直接切斷 對 棉花纖維 它好像是一條一條的絲線 我輕輕不用剝除的 我剝得掉就剝掉 剝不掉 我不會強迫你剝掉 而且比較細緻 就是你自然的更新 就是不像我們印象中 沒什麼 不是 不一樣 以前用很過路上 因為我剛剛是不是 我剛剛是不是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皮膚每天 有很多角質是每天都會更新 因為是你自己更新的狀態 現在一些不好的時候 它就不自己更新了 它是輔助你每天 自己回到正常的狀態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對 小孩子 小朋友可以嗎 當然可以 小孩子也是要更新 小孩子很 很那個 鳳姐 我有一個小侄子 他就是經常 逛中間 一直走出去溜滑梯 小朋友印象中 我們都是白白嫩嫩 有那個筍 它黑得像木炭一樣 然後回到家裡面 因為史萊斯不好看 因為那個是小朋友色差超明顯的 那也是給他用這個 改善暗沉的一個潔面霜 你看小朋友 他這支手洗掉了 因為像小朋友皮膚是最稚嫩的 他馬上洗 立刻就會幫他找回震撼的膚色 不管是媽媽 姐姐 小朋友 如果說就是有暗沉的問題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你只要簡單地清洗 因為它有納米的酵母 跟棉花的纖維 所以在洗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天然的 洗好 我們要怎麼保養 一樣就是化妝師什麼保養 基本上你可以直接擦 正常的保養當然都OK 不過最起碼 你要擦一個保濕的劑型 比如說像霜或凝霜 最基本的 把它鎖水 對 把它鎖起來 如果你只要選擇一樣的話 你不能說我只選化妝水 就不建議 你一定要選擇霜或乳液 OK 明白 但是因為在韓國就是流行 所謂的洗加保養 讓肌膚像棉花一樣膨潤 現在有流行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棉花霜的質地 它其實非常地清爽 我也試在你剛剛洗完的這一隻手 保濕 期待 其實像我們以前用的一些乳霜 最怕就是會油膩 像我用精華液 有時候覺得好像保濕 不是那麼夠力 像這樣子的質地 它非常地清爽 你看我這樣簡單地 輕輕地幫你擦在色上面 其實它這個劑型 你如果說真的當天 真的比較乾或比較累 你可以稍微有點厚薄也沒關係 真的 因為它有點偏凝霜的劑型 對 它不會讓你黏 老師 那這個可以化妝嗎 可以 又怕有些會瀉瀉 對 因為它不是凝膠 凝膠的話就偏比較 偏油性的肌膚了 在韓國他們其實除了說 改變了保養的方式 更加清爽以外 這裡面它添加了所謂的 櫻花萃取 還有所謂的蝸牛萃取物 為什麼它可以做到這樣子的 鎖水保濕這麼有效 它其實有添加尿囊素 跟 高濃度的安平式的保養 就是說 我們的肌膚所需要的水 在擦的時候一次幫你搞定 我覺得這個感覺非常地舒服 它不會黏 對 因為我很怕會黏 然後有一些膠型的會黏 可是這個完全是 馬上吸收了 它剛剛擦完 現在就吸收 你的兩隻手感覺 另外一隻手整個就是 整個體量了很多 對 因為我皮膚這麼薄 對 妳的血管其實很明顯 但是其實就是透過好的 一個保養方式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Q嫩的 像我阿姨是很典型就是 最怕油 怕漆 又怕不夠爛 這一款 其實它在使用上來講 它加速它整個保養的過程 以前蝸蒸要40分鐘 它現在15分鐘 保養作用就可以下樓開 就是有效地改善它的一個時間 所以今天阿姨有來 我請她來放油 來跟大家分享 歡迎棍林的阿姨 安好 雪霞 好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雪霞要來跟我們分享 妳使用後有心得 真的很謝謝冠林 他這一次跟我介紹 這麼簡單的保養方法 因為我平常有晚睡的習慣 而且現在還有三個睡 然後 對 還有白天要三個小屁孩 真的 很那個 尤其是我剛才你們看到那一個 他中午就叫他 爺爺要帶他出去外面玩 所以他曬得那麼黑 然後我就是平常 就是有時候要到外面去 我不喜歡油膩的感覺 又防曬的工作 我就完全都沒有做 長臉這樣下來 我的臉色就很暗沉 沒有光澤 然後又感覺很粗糙 對 所以冠林跟你分享 分享這個 這個保養品 我現在我的臉色就 保養的 對 不錯 像我們剛才都先講說 兩年沒看到我 有比較年輕 皮膚都有光澤 對 有差 有不一樣的差 對 所以 要怎麼樣的使用方法 其實老師可以夠方向 我來教大家一下 林姐姐有來 我幫妳補 借我保養一下 OK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 稍微來看一下 林姐姐皮膚的色差 我們來看這一面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大概是落在 8還是7左右有沒有 6沒有 6比較粉 7跟8中間 有看到嗎 對 錄在7跟8中間 大家看得到 好 我們一樣就是說你 可能家裡有濃的妝的話 你在使用這一瓶之前 你可能濃妝卸掉之後 你的臉上要保持全部都是乾的 你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 你就要在你乾的臉上 直接先把它抹上來 像這樣子 好 我們就這樣子把它抹上來 你抹上來的時候 你可以先輕柔地打圈 如果你本身覺得說 我這要頒多還是怎麼樣 你可以稍微簡單地打圈 不要用力 因為其實它這個棉花纖維 是很溫柔的 它是輕輕地幫你代掉你的 更新你的角質 它並不是像那種顆粒 強迫去把它去掉的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說 好像要按摩我就很大力 其實不需要 因為它本身裡面 大米的酵母 它在更新 還有保養的作用 其實你這樣輕輕按摩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本身你的時間 如果夠的話 你可以讓它放久一點 這樣子 對 不是馬上洗掉 可以 不用馬上洗 你可以放到它即將乾掉為止 大概 大概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有些人它皮膚冷乾 它可能三分鐘就乾了 因為吸收得快 對 有些人可能 家裡可能 吹冷氣 吹暖氣 那個乾的也會快 所以就大家等它快乾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擦掉 或沖掉就好了 接著我們就把它整個 在家裡就是用你的水龍頭 把它沖掉就好 我們現在這邊直接把它擦掉 好 這個叫做洗臉海綿 你也可以準備洗臉海綿 好 洗臉海綿就是直接把它擦掉就好了 好 因為像我個人都是 油內而外 油下往上輕輕擦 這樣子 為什麼要油下往上 因為順著我的肌理紋路擦 才不會垮 對 因為你想 皮膚的受傷不是一天形成的 老壞也不是你一天就有紋路的 是 要這樣 我們每天有在做這個動作 其實對皮膚也是好的 了解 好 壓乾 這樣就完成清潔的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們原本的膚色是落在7跟8 7 是 對 剛剛原本是在這一塊 是 對不對 你看我現在可以再往前 我幾乎都已經快到5了 5 6 5跟6 因為6比較粉 對 我幾乎快到5的顏色了 對 有看到嗎 有 所以它前進了1 2 3 將近2到3個色節 對 長時間持續去做保養的話 在清潔這一塊 就可以讓你的膚色更加地均勻 對 然後達到 可能我們一開始有提到 你看那個偶像君女 男女主角 女主角皮膚都好亮 你也可以做得到 對 不過後面還有一個很要 很重要就是一定要保濕 對 我們再幫它這個保濕 好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季型 因為這個季型 它有一點水量對不對 不過你看 當我推開來 你有沒有發現它有一點水水的 對 它並不會像一般的霜 它又不是凝膠 因為膠狀的話 你一推它 基本上它一擠出來就是透明的 它裡面的脂質又不夠 所以對於那種熟年肌膚 可能膠就是完全不夠 不過因為接著可能大家對於這種 皮膚要亮 皮膚要不要黑 是不是在夏天特別地重視 對 因為夏天氣溫高 你叫它擦那種很黏的 我想它擦不舒服 你反而是要擦一個 潤澤度有 問題是它的舒適度要夠 然後你看它擦上來 我輕輕一按摩 這樣子的保養品 你看 即使說你本身 晚上夏天的時候 你吹冷氣吹很強的時候 你輕輕地去把它怎麼樣 敷上去就好了 你會發現你的皮膚還是亮的 我們來看一下正面 你看 有沒有看到它的亮度 這個方面有沒有 比較透 更透有沒有 對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然後可以讓你每天在保養的時候 起碼是最基本的效果 所以皮膚真的是很重要 皮膚如果好 有光澤 人家看起來會覺得 你這樣看起來就 年輕 對 很年輕 對 現在很進步 很簡單 臉色乾淨 保濕做好 記得防曬再擦一下 其實基本上是OK的 當然就是 我覺得就是睡眠 吃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還是要有 所以打造這個棉花漆 現在叫棉花漆 學會了 我知道了 好 祝福大家 都美美的 謝謝 棉花漆 乖乖的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